王子军从母亲房间里出来时 手中拿着一个盒子 脸上写满了羞涩和幸福 于非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他认得那个盒子 那里面装着的是父母为将来的儿媳妇准备的玉镯子 于非眼前一黑 先想债一下可是完了 王子军竟成了于家的准媳妇了 父母做事也太冲动了吧 于非十分清楚自己的所爱仍是叶仙儿 就算是两个人结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也不应该是王子军 因为他对王子军的感情 最多只是那种类似于兄妹之情 只是比较喜欢他的清纯以及怜惜他的身世而已 但绝对不是爱 可是现如今他已经阴差阳错地走进了自己的家庭 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于非一时没了主意了 睡觉时 于非仍旧睡客厅的沙发 父亲催促着他陪王子军到房里多叙一叙 其用心显而易见 让于非叫鼓鼓也 包括王子军也更加含情默默 但于非只有装作不知道 扑到沙发上就蒙头大睡了 王子军认为啊 他蹦踢蹦得可能太累了 没有在意 第二天 于非要陪王子军回休州了 走之时 王子军对他家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和于非父母嫣然成了一家人了 于非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 别无他话 在汽车上 两人并排坐在一起 王子军从包中取出了装有玉琢的盒子 摸了又摸 对于非说道 我真感觉自己是在做梦啊 你觉得呢 于非说 我也是啊 王子军发出了一声叹息 可我还在上学呢 该如何与我妈妈说这件事情啊 于非看了看王子军 心想这丫头片子 真把自己当于家媳妇了 做了人家媳妇 哪有不告诉自己母亲之理啊 看来他回去之后 肯定要告诉王市长了 这可真成了麻烦事了 不行啊 于非想 这事无论如何 都不能告诉王市长 一来呢 是不想让他成为既定事实 二来呢 王市长可能误会 他一家居心叵测 套出王子军 是他亲生女儿后 还拿出定情欲拙 来稳住其心 那今后自己的日子 便可想而知了 嗯 暂时不能向王市长 说起这事吧 他把你送进大学 肯定不希望你分心吧 于非说道 王子军想了想 认为也对啊 他说 那就暂时不告诉他吧 那我寒假 可不可以尝到你的屋里 去玩呢 于非说 嗯 最好不要经常嘛 别让他看出什么破绽了 王子军咬了咬嘴唇说道 那你换下的衣服呢 要不要我帮你洗啊 于非摇了摇头 嗯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你好好在家看书就行 可是 王子军看了看于非 绿烟又止 于非便问道 嗯 可是什么呢 可是 我们这哪里像是在谈恋爱呀 王子军轻声地说道 于非心情复杂 不知道如何做的 只好握住他的手 表示他们还是一对恋人 回到休州后刚上班 于非便迎来了一个新同事 一个似曾相识的新同事 好啊 是你啊 于非终于认出了眼前的新同事 就是以前与自己 一同参加公务员面试的那姑娘 她当时以微弱的差距 败在了自己手下 恭喜你成功考取了公务员 成为了施舍连的一员 恭喜恭喜啊 于非客气地说着 新同事叫卓文慧 她笑着朝于非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谢谢 但于非隐约感到 那表情带着些许的敌意 接下来的几天 于非才从同事口中得知 卓文慧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是涉联主席游长江的一个什么亲戚 据说他为了卓文慧 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没少花心思 上一次考市委宣传部时落败 让他好不起呢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公务员比试和面试 相对啊都比较公正 不是随随便便一两个人就可以左右的 告诉于非此事的人 并不知道当时卓文慧 就是败在于非手下的 但于非 却从中看出了游长江 这两年来 给自己穿小鞋的 癥结所在 以前总认为是自己在他住院时 没有去看他而招催了 看来真正结怨的 是因为卓文慧 摆在自己手下的缘故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游长江一直想把卓文慧 拉进公务员的队伍 尽心竭力地予以指导和帮助 可正当他成功在往时 却被于非这个傻小子杀下站了 让他好不甘心 再加上他感觉于非是一个 挺不谦虚的年轻人 因此在工作中 处处看于非不顺眼 一有机会便整一整的 以此获得某种快意 游长江兼任市社连主席后 以工作上缺人手为由 向上申报了一个招收名额 好让卓文慧报考 由于这一次吸取了 上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游长江一方面让他认真复习 在笔试上拿高分 另一方面 到组织人事部门极力活动 以确保面试不出差错 也不知他的这些努力 是不是真的发挥了作用 总之啊 卓文慧如愿考进了 休州市社连 过了没多久 那被游长江废除的 休州社会科学编辑部 主任一职 由于卓文慧的到来恢复了 游市社连一位副主席兼任 卓文慧任副主席 这一下 于飞竟然成了卓文慧的下属了 于飞原本还能够忍受这些 反正自己也不指望 在游长江手里当什么官 但卓文慧有一天竟吩咐 他打扫卫生 这让他好不起呢 夏宇 办公室的地板有不少的灰 你去拖一拖吧 一天卓文慧对于飞说道 于飞按摩 哼 我年龄不见得比你小吧 妈的 叫我小鱼 那你先扫一扫吧 我去打水来拖 于飞说道 不想卓文慧举了举手中的稿子说道 你交对的一些稿子 还有一些问题 我要再看看 否则出了问题 我也是有责任的呀 言下之意啊 就是他是于飞的领导 负有领导责任 于飞心里那个难受啊 但硬是忍着没有发作 正当于飞工作上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委屈时 不久后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喜讯 让他简直难以置信 有一天 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 突然打电话 让他去走一趟 交谈中透露出 于借用他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 担任王小辉市长的秘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于飞头脑有些蒙圈了 他猜想啊 这定是王市长本人的意思 但自己不是冒犯了他们 难道仅仅因为自己以他的名义 写的那篇理论调研文章吗 事实上自那篇文章 呈给王市长后 就一直没有回应 于飞还以为市长根本就没有看上眼呢 没想到啊 会发生这么大的逆转 从市长眼前的一个无耻冒犯者 一跃成为了他的秘书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难道是因为王子军呢 刘长江一听市政府办公室 要借用他的属下于飞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心想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竟然有闲鱼翻身的本领啊 因为曾经在某个场合 与王小辉在一起时 偶然谈到于飞其人 他感觉到了王市长 对于飞印象并不好 后来在调于飞到市社连时 他便有意放风 使于飞得罪了王市长 以打压于飞 可现在呢 人家竟然就要到政府办公室去了 市政府副秘书长汪宇德 在与尤长江沟通时说 市政府办公室 很缺乏像于飞这样的写作人才 只有请尤部长割爱了呀 尤长江笑笑说道 哈哈哈哈 难得你们看得起我们涉帘的人 只不过我们编杂志 很需要他做具体工作 要不我向你们另外推荐一个 汪宇德想了想不高兴地说道 尤部长好像不太乐意 让我们借用于飞呀 尤长江连忙摆手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市政府对我们涉帘 多有支持和帮助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们的工作呢 只不过 尤长江欲言又止 汪宇德是与他有话尽管说 尤长江便继续说道 其实啊 于飞这个小年轻的才能是有 只不过做人方面 和思想道德上有些问题 比如 他不太尊重领导 经常在背后说领导坏话 汪宇德听了若有所思 办上才说 我也不太了解他 不过这是王市长的意思 还是让他先在办公室 借用一段时间再说吧 不 王市长的意思 尤长江脸色大意 有些无可奈何了 于飞去市政府办公室前 尤长江叫却谈了一小会儿话 小鱼啊 我这一次 推荐你到市委办公室去工作 你要珍惜机会啊 尤长江满脸堆笑 于飞说道 哈哈 原来是尤部长的大力推荐啊 我谢谢您的好意啊 尤长江说 谢就不必了 但在市领导身边工作 要注意一些事项啊 我想稍稍提醒你一下 一是多做少说 埋头苦干 二是忠于领导 尤其不能乱说前任领导的不是 否则会造成过河拆桥 出卖领导的不好印象 也就得不到现任领导的信任了 第三呢 是要注意你现在只是在办公室借用 编制还在涉帘 要时刻想着仍是涉帘的人 尤长江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 于飞没怎么听进去 但大致知道他的意思 无非啊 就是别出卖他 自己还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云云的 谢谢尤部长的关心和提醒 我知道怎么做的 走时于飞还是礼貌性地 向尤长江告辞了 做市长的秘书 对于飞而言既感心鲜 又觉得惶恐 尤其是后者 于飞问过王子军 是否向他的母亲 说过与自己的关系 王子军予以否认 于飞想想也对 一个市长怎么可能因为自己与他的女儿 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就予以重任 这不是太任人为亲了吗 至于王小慧市长本人 更没有向于飞说出具体启用他的原因 只吩咐他多向李向奇学习 李向奇做了五年王市场的秘书 后来挂了办公室调研室主任的一个头衔 马上就要调任下属某县当副县长了 临走前 王市长要他带于飞一个月 让他熟悉熟悉相关的业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